现实主义大剧《爱情的边疆》正在热播中 樱桃饰演的文艺秋 在《爱情的边疆》中 因为一段痴缠一生的跨国之恋 历经离别、相思、等待之后 家与同学万生、同事宋少山 苏联工讯播音员维卡 展开了三段跨越了60年的 刻骨铭心的爱情乐恋 有人不懂樱桃为何如此固执地偏爱现实主义题材 樱桃也于近日接受了寻访 他说 我喜欢看那种 能够触动到人心里的角色 有很大部分原因 就是你能够感同身受 或者说 你生活中真的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或者你听说过 他爱活生生的平凡角色 因为他有根 能找到他的种子 这样的角色 让观众感同身受 直抵人心 也让樱桃过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